全中運網球資格賽 而好在新竹縣中正網球場舉行 但是高雄是福山國中的張姓選手 他比賽的時候 因為救球滑倒腳扭傷 向教練反映球場太滑 家長還發現了 球場直到比賽當天凌晨還在鋪設 質疑根本就沒有驗收 但是新竹縣服也表示 場地符合比賽的規格 會請包商改善撲殺不足的情況 右腳綁繃帶得靠人搶扶 來自高雄福山國中 三年級的張姓網球選手 為國中最後一次全中運奮戰 卻在救球時腳扭傷 讓處於優勢的他黯然退場 事後跟教練說球場太滑 而其他道場觀賽家長也發現 往常比賽都能提前 讓選手上場適應環境 二號這次比賽 卻到當天凌晨三四點 還有承包商鋪場地 只一沒有經過驗收 就讓選手上場 他應該是在比賽的前一天 就是才鋪設好 對 那也不確定 是不是有完成所謂驗收的程序 當天主辦單位召開會議 主席也在會議中 針對場地不平穩一試道歉 但整合完各隊意見 還是決定原場地比賽 但三號上午又有一名 來自花蓮的學生受傷 幸福表示選手受傷原因 與撲殺量不足有關 會請包商改善 這一次我們選手扭傷的部分 最主要的問題 還是在撲殺不足的部分 比賽完後 一定要一定要去留下來 把場地做好撲殺的動作 但是福山國中回應 如果還在原場地比賽 會考慮是否讓其他選手上場 高師傅也表示不排除行文 要求主辦單位付起 這次醫藥費及後續費用 並將選手參加的 混雙賽事場次 延到會內賽 保障選手權益 記者王庭孟昭全 張君豪高雄新竹報導